嘿,大家好,我是Nick,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也想在这里首先先谢谢大家对我频道的支持和鼓励 对我的这些视频的点赞,关注,还有这些评论 真的是有大家的支持也才是我继续制作这些教学视频最大最大的动力 所以真的谢谢大家 OK,那今天我们也先不说别的 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教学视频干货 OK,那这期视频呢,我们就跟着上一期的视频 继续讲一讲如何只用一盏摄影主灯 就能达到的各式各样的专业的电影感的打灯方法 第一个方法呢,就可以给你得到最强的电影感和阴影感 其实理论上来说很简单 就是直接把这个灯光摆在你的人物的正上方 然后推直往下这么照 因为这样打在脸上呢,会有很强的一些阴影 会让你的整个图像看上去呢,会比较 比较抑郁啊,忧郁感多一点 但实际上操作起来呢,还是会比较困难的 因为除非你有一个天花板上面有很多钩子啊 或者你有一个很高很强的这么一个灯架 那我们现在试一试 如何看看可不可以用我这个小灯架 给大家展示出这么一个打灯方法 提升你的画面感和你的 啊,对不起 哈喽 我再拍视频 我先拍完视频再说 OK 这个就是你能看到用这个打灯方法得到的最终画面 那是不是看上去就我整个人啊 整个这个画面感看上去就比较 比较酷一些 比较,但也有点阴郁的感觉 呃,那其实我觉得就如果你想得到这种酷酷的画面呢 比方说你想拍 在拍音乐视频 拍MV的时候 是吧 你想让你的歌手 你的演员看上去就有这种 有种音乐这种人格 用这种打灯方法就是最好不过的 上次拍的惊悚小电影 也不知道有没有吓到大家 那今天说不定也有时间再给大家再拍一个 嗨,baby,we've got to talk 哦,OK 嗨,baby we've got to talk why what's wrong there's just something I just need to confess with you what I've been seeing someone recently who I mean she's just another girl and she's cute and all that but I really like her and I feel like we should break up I didn't want to hurt you Ow Did it hurt? I'm sorry Can we try again? ah come back,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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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 那刚刚就是这个灯光的画面展示 那你可以看到虽然整个画面看上去呢 这个 这戏剧性啊会更强一些 但是并不是太适合像我们这种 叫视频教学啊 或这种 呃 这种视频主播的这种方式打灯方法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讲的就是我 我个人最喜欢用的打灯方法 也是我觉得最适合 这种做这些自媒体视频 最适合的打灯方法 所以这个打灯方法 基本上就是把我们的主灯光 再往前面挪一些 放在我们的正前方 然后把它抬高 大概在以我的头顶上面的15度 这个角度往下面照下来 那这样子呢 看上去就会和之前的这个化妆灯一样 因为我们也用了这个反光板 放在我这个下巴的下面 这样子打光也可以从打到我这个人脸的下部分 这样子看上去就跟之前的化妆灯一样 整个人脸呢就会更明亮一点 更柔和被这种更柔和的光打全部都打到 这样子的话呢 人脸上的瑕疵啊阴影部分啊 也会相对的会比较少一些 那如果你想要这个画面看上去更加有电影感 那很简单就把我们反光板拿掉 你看上去的话 就会比较这个阴影又会又会出现了 我个人会比较喜欢这样子 我不喜欢太太虚假的灯光 那这个打灯方法为什么我很喜欢 有几点好处就是第一点就是我觉得 呃戴眼镜的朋友 这个打灯打打你可以看到我的眼睛上面的反光 和之前化妆灯比起来那是小了很多 也不会干扰性不会那么强 呃第二点呢就是我没有这么强大一个光源就在我的眼睛正前放 那样看看镜头的时候呢眼睛也不会痛 然后特别是如果你当一个人拍摄的时候 你要一直看那个相机上面那个小小的屏幕嘛 去监视你的构图 呃你那么大的灯源你看反光你也看不清 我就根本看不清 这样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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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我可以看到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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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我可以看到了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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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的话呢灯光在我上面 我就可以更好的更清楚的 看这个相机的屏幕 去监视我的构图 那其实我个人最常用 就是你们看到最多的这个打灯方法呢 就是把我的这个灯光 从我的正前方挪到我的右边大概 我右边大概45度左右 然后这样灯光就是从我的右上角照下来 然后在我左边呢再放一个反光板 这样左边半部的这个脸呢 阴影也会有这个光弥补一下 那我个人喜欢用这一个方法的原因有几点 第一点就是那这样灯光完全不在我的视线之内 对我的眼睛的任何干扰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就看的会更舒服一些 第二点呢就是这样子的话呢 我的相机的这个摆动方法 空间呢也更加自由一些 不会像如果把这个灯架就放在相机最后面 这样我想挪动相机的时候呢 也会有一些空间的限制 那这样打灯第三个好处呢 我觉得也挺重要的就是这个灯光呢 比起其他之前的所有打灯方法 它最可以照到我的背景 多么多那么一些 这样子的话呢 我觉得整个画面看上去就会明亮一些 不像之前的打灯方法背景会 这个前景和背景的这个明暗感就会更突出一些 当然那样子看上去会电影感更强烈 但是我觉得我拍像拍这种教学视频之类的 我还是希望画面比较有一种小清新啊 一种简洁的这种感觉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打灯方法 是我最最适合我的 所以我也是最常用的 当然呢如果能照到这个背景 也有一个很好好处就是 有时候呢也更方便大家能看到Ezzy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呢 对你有任何帮助和有用的话呢 也希望你能点赞和关注我 因为我之后呢也会持续更新 像这些的干货的教学视频 包括灯光啊音乐啊音效啊如何录音啊 还有各种拍摄的手法 我都会概括到 所以我们下期再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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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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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 选择 我认为 选择 你认为 我认为 是 好 好 你 注意 很想 明白 OK 我要保持我的感情 OK OK 你还不在演响 OK OK 她是... 她是个...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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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